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大家玩得开心 游得舒心 他们都做了哪些准备 首先的话早上来了 先检查一下轮胎这些螺丝有没有松动 所有的事情一定保证是安全 第二个是保证游客的观赏度 新年第一天 游玩的安全密码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 在这里我代表栏目组 祝您新年快乐 政治假期 这两天啊 大家可能都会出来游玩 但是玩归玩 一定要注意安全和防疫 今天我带您去往太原市的彩卫庄园 感受一下冰雪的魅力 走走走 赶紧跟我玩起来 您好 欢迎光临行程码 好的 好的 我们那个彩卫庄园这个门以后呢 先出示你的那个行程码和健康码 我们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以后呢 会从我们那个測温门从这里经过测一下体温 给你进行购票就可以了 走 有一点我们要提示大家啊 在进入彩卫庄园之后呢 一定要佩戴好口罩 否则呢工作人员呢是不会放行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了彩卫庄园的时空隧道 通过这里呢就可以去往滑雪区域了 我们向工作人员呢也了解到 彩卫庄园一共分为两大块 雪上项目的一个娱乐区 一块呢是滑雪区 一块呢是溪雪区 现在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雪上项目带给我们的快乐吧 师傅啊 你好 你好 这个是叫啥呀 雪球 双人雪球上 你不就放着里面 哦 桌键完两个手到这里 然后把脚抬高了 然后不叫太高 好嘞 哎呀真不容易了 真不容易 还挺重的 然后人往后一点是不是 啊对 哎呀有点害怕 放开你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好了 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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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太好玩了 啊 刚开始的时候呀 其实是我还挺紧张的 因为第一次玩嘛 感觉这个坡度也比较抖 在下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地方是失去平衡了 感觉还是有些紧张的 但是啊 实际上我们在那个滑的过程当中呢 只要你抓紧了这个雪山上的 这两根 就是手扶的这个绳索的话呢 它还是很安全的 咱们吸血区是能玩卡丁车 碰碰车 还有雪地摩托 还有那个坦克 还有雪圈 主要是雪圈为主 雪圈它的容量量比较大一些 嗯 像周六日呀 带上孩子老人都可以的 嗯 就您刚刚提到这些项目 它有限定年龄吗 呃也没有限定的年龄 在雪圈上呢 是我们一般主要是没有心脏病呀 有恐高呀 或者是有那啥的 这些身体疾病的 就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玩的 孩子们是需要在这个 父母的监护人的陪同之下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一般16岁以下的孩子 包括玩各个项目 需要家人的陪同 嗯 全程都需要 现在就让我来体验一下啊 这样踩这儿是吗 啊 哎呦 哎呦 好紧啊 哎 在前车都赶住了 然后呢 安全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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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身赛车手 我的手机好药 哎呦 好 好 啊 嗯 嗯 怎么样哥 刚帅吗 是 是不是挺帅的啊 哈哈哈 刚刚体验了一把 就是主要是 嗯 有点冷 真的是有点冷 然后其他的感受呢 就是三个字太爽了 你们主要会每天重复着做一些怎样的一些维护工作 首先的话早上来了 先检查一下轮胎这些螺丝有没有松动的 这些螺丝 还有这些螺丝有没有松动的 还有刹车盒有没有这些 这都是每天要看的 有没有一些异常 对 主要就是确保这些游客的安全 对对对 感觉挺刺激的 挺满意的 第一次来感受 感受感受 感受 摆起来挺灵活的 让它一挡一下自己过来了 挺简单的其实 雪场上有人驰骋飞扬有人摔 干嘛呀 他们却紧绷神经 就是在中途就摔着吗 你都控制不了了 你现在很危险了 一场胆量与激情的碰撞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好 不错 新年第一天 游玩的安全密码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滑雪是一项全身的运动 能够对神经系统进行全方位的锻炼和提高 在给我们带来速度激情的同时 也能锻炼平衡能力 协调能力和柔韧性 除此之外 滑雪还能增强心肺功能 调动情绪促进深度睡眠等等 再告诉女性朋友们一个小秘密 经常发雪还可以减肥哦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好了可以 好了装备完成我们出发 大步走 大步走 还行 穿上这身衣服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因为比较合身 然后鞋也是合脚的 就是在刚刚出门的时候 教练说有点滑 然后侧着走 然后出来以后就没有任何问题 简单的跟我活动一下可不可以 可以 让你的身体热起来 让你的关节都活动开 好的 慢一点 慢一点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是的 好 我告诉你咱们这东西怎么玩 怎么合作 好吧 板子有两只 是不分左右脚的 但要记住前面头大弯曲是板尖 冲上你滑行的前方 后边点平开会板尾 冲着是你后方 像当滑行的时候是靠近板底 做料很光滑 但注意注意看这两只有刚边 这个叫手杖 手杖 它的功能就是保持平衡 跟加速用的 好的 当你向下滑行的时候 如果停不下来 千万不要用它去撑 好 推开八字 谢谢 推开八字吗 再大再大再大 好 好再来看 好 眼睛往前看可以看我会放肚子 紧张 动肺小时长得很帅 慢慢推开八字 好 再来一点 漂亮保持住 好 板尾再开一点保持住 非常棒 好 真棒 就停了 感觉到了没有 嗯 可以非常棒 可不可以告诉我 可以 这个回头看滑上几米了 十米了 十米了 这个段你已经征服掉了 下半段就没问题了 有人说有烦恼就来滑雪吧 为啥呢 因为当你滑起雪来的时候 连烦恼都追不上你 怎么样 我是不是滑得不错呀 刚刚教练都夸我了 不过教练也提醒我们 在滑雪前 一定要重视装备的选择 比如穿雪服 戴头盔 戴手套 这些都是对我们的安全保障 来下来朋友 两边走 两边走 不要在正下方停留 别让别人撞到你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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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摔了 你看你一个刹车在这儿没有 下次记得控制不了速度 先踢个摔跤 好 你就是在中途就摔什么 你都控制不了了 你没有刹车动作 现在很危险了 那如果是不小心发生意外了 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学厂配备了第一有 满场地有安全员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叫他 我们工作人员看你倒下 会主动去帮助你 如果说自己觉得很难处理的话 我们学厂配备的优势 就是包括我们的安全提示 注意事项 包括满场的广播 都是一应集权的 我们也了解到 在整个初级雪道上 有数十名安全员 以及工作人员维护雪场秩序 同时会第一时间处理一些突发情况 从而最大程度的 保护滑雪者的安全 从雪道上端滑下之后 我们可以乘坐摩毯返回 在这里 同样有工作人员操作设备 他们会将摩毯的速度 控制在一定区间 一旦发生意外 他们会立即让摩毯停止传送 作为一个初级选手的话 我们不建议放速冲车 包括坐板 拉手滑雪 如果在滑行工程中 如果有疑问的话 比如说两者发生相撞 第一时间要尽可能的看你自己的伤情 如果是简单的磕碰 赶紧起来 不要后面再撞着你 要根据你自身的滑雪水平 选择适应的雪道 不要超出能力 不要超出自己的范围就可以了 这一天下来啊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呢 就一个字 呃 开玩笑啊 呃 作为这个滑雪的初学者来说呢 虽然整个过程当中呢 有过摔跤 有觉得很累的时候 同时呢 也有过遇到困难的时候 但是啊 这个体验一圈下来呢 其实还是很快乐的 怎么说呢 就这样的感觉呢 是没有办法去用言语来形容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亲自来体验吧 百年古县城又添新花样 我还是蛮推荐大家来这里打开一下 古城全员上阵 到底有何大动作 实现那个安全临时度 保证我们古城的安全 稳定的运行 创意国潮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 这样不行吗 嗯 这样的上班就做好了 新年第一天 游玩的安全密码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一城看山西一街五千年 没错说的就是太原古县城 太原古县城创建于明洪五八年 是坐落在靖阳古城遗址上的 一座明代早期县城 距今呢已有645年的历史了 那么自从5月1号开城迎课以来 太原古县城呢 接待游客的人数呢 达到了580万人次 那么这里究竟有什么好玩的 今天就由我跟随这里的工作人员 带您一同打卡太原古县城 我们在防疫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防疫方面 门岗作为我们防疫的第一道关卡 然后严格按照我们太原市 还有禁远区的一些防疫要求 要求所有游客所有入城人员 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 同时我们会检查这个疫苗接种记录 同时要求所有的入城游客 全部佩戴口罩 另外是如果是省外来的游客 进入我们太原古县城 必须出示48小时的核酸报告证明 没有这个也是不能进入的 去工作坊 好 走 欢迎分离 欢迎分离 谢谢 那刚刚呢工作人员也向我们介绍到 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太原古县城同一时段 可以容纳的游客人数呢最多是3万人 所以呢为了避免大家呢来到现场 约不到票 大家可以通过太原古县城的微信公众号 进行提前约票 太原古县城花灯会 将于2022年1月25号正式开幕 2022年3月5号结束 灯会历时40天 横跨春节元宵节和2月2等节日 以锦绣太原中国年凤武龙城花灯会为主题 展现三进人文特色 传统民俗过大年习俗 花灯会期间将有150组大型灯组 更有30米长12米高大型灯组带 会给我们带来崭新的视觉震撼 这是我们的太原古县城的锦绣 就是锦绣太原中国年凤武龙城花灯会 整体的主题都是围绕这样的一个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三进的文化 民俗的文化 还有历史的遗重 这样的一个做的主题展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块是一个大唐盛世 这里面上面有一个李隆基林的杨玉环来洗清 因为我们在的这方土壤 它是以前的靖阳古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面积的所在地 因为整体就是说 李渊骑兵的时候 唐朝的时候也是从咱们的靖阳古城骑兵的 所以靖阳古城这一块的话 就是有悠久的非常悠久的文化历史的积淀 它这个下面是交铁夹的 现场工作的时候把这个剪一下 或者用那个钢筋两面一连剪一下 是 是 为了这个花灯会 整体就是整个公司差不多圈圆都在动起来 也就是说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然后花灯的整体的这个制作和这个安全的 安装现场我们都派有监理啊 正常的工作和巡查人员还有安全人员 每天不间断的去巡查现场监督 所有的事情一定保证是安全 第二个是保证游客的这个观赏度 从今年五一开城到12月底 实现那个安全临事故 保证我们古城的安全稳定的运行 为了迎接元旦和春节两个重要的节日呢 太原古县城的工作人员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制作 并装扮了这个花灯展 同时呢 还筹备了以冰雪嘉年华为主题的雪上项目 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现在我们就跟着工作人员一块去看一看 2022年1月1号 冰雪嘉年华将正式对外开放 据了解 冰雪嘉年华占地一万五千平方米 我们发现在这里搭建了许多木屋 颇有雪香风情 我们了解到冰雪嘉年华 包括雪地摩托 雪地香蕉船 雪地自行车 马拉雪橇 雪地坦克等多种娱乐项目 想象一下 在冰雪世界里畅快游玩的你 是不是也圆了一个冬奥梦芽 冰雪嘉年华期间 我们对这个现场 会做一些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一个是安排安保人员 现场进行这个秩序维护管控 再一个是我们保障那个现场 消防通道畅通 另外是我们会在现场 安排这个医护人员 如果有游客突发一些不适 身体不适 我们会马上飞行 他进行一些救治解救 对就是说你们提前其实想到了 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 对对 我们都会制定应急日案呀 把现场的安全工作方案 都做行 提前进行的一个制定安排 在冰雪嘉年华旁边 还有一个游乐场 网红鞦韆 太空穿梭 旋转木马 七彩滑道 那里可是孩子们的天堂 走走走 跟我去体验一把太空穿梭的感觉 坐上萌萌小火车 让我们一起秒回童年 虽然呢这个小火车的行驶轨迹啊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它有些地方呢 是有一定坡度的 但是呢 其实坐在这个小火车里面呢 刚刚在过程当中是很平稳的 所以呢 不仅呢 是孩子们呀 可以在大人的监护下来玩耍 大人呢也可以来体验一把 秒回童年的快乐 这就是 这样的都是专业 是什么的 基本上就想想的感觉 就当 感觉很喜庆 对对对 都挺好的 咋好 卫生还行 比较有创意 这个灯还有它特色的这个灯 它是有特色 以前很少见这种灯全面古城 古城古城挺好的 地方挺大的 卖东西的也挺全的 管理环境还行 环境也挺好的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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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古运之色的 就没有太商业化 就其他那个 挺干净的 让人感觉很舒服 很舒心 来古县城这边啦 我感觉 古县城这边 看到了很多大部分 明清时代的这个建筑物 蛮有特点的 包括旁边的这个街坊也好 包括扎载 扎载 我现在玩的这个皮影 我觉得都蛮有特点的 都可以让我们这个 我是00后 让我们这个 新一代的这些同学们 没有接触到这些的 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 从里面 真的是 所以我还是蛮 推荐大家 来这里打卡一下 太原古县城十字街 东西长约1100多米 南北宽约700米 有院落173个 店铺255家 涵盖10个业态 包括国家级飞仪9家 省级飞仪11家 市级飞仪2家 区级飞仪2家 南街以飞仪文创 博物馆展馆为主 北街主要是山西特色小吃 东街是文庙 近视地县衙等历史文化景点 西街则以休闲休气为主 徜徉在十字街上 不仅能尝遍山西美食 还能体验创意生活 那我现在的任务呢 就是要制作一个小算盘 那老师 这个小算盘 我看成品啊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那它的制作过程 是不是也挺难的呀 还好 还好 咱们是通过索脑结构呢 去把这个算盘的组装起来 然后我们的话呢 也已经就是把它做成一个 半成品的状态了 嗯 然后 然后这些材料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材料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用的垫板 然后我们待会儿的 所有的操作 也在垫板上来完成 那一会儿我需要怎么操作 我主要手太笨 嗯 做手工其实是比较差的 咱们第一步的话呢 是先要来 把每一条边去进行打磨 其实这边已经挺功的 对可以可以 可以了已经好 再打磨 哎呀我都出汗了 很费劲的 手艺人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的店 就是要给它进行组装 好 这个店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买一个脚店也是 这样子行吗 嗯 对 这样子算买得做好了 噔噔噔噔噔 大功告成 我的这个手艺还是挺不错的吧 然后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 确实是挺需要耐心的 我觉得 嗯 对于这些大人带的孩子们来的呀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确实能够锻炼 一方面的能够锻炼这个孩子 的动手能力 另一方面呢 也确实能够锻炼孩子的思维 是吧 同时他也可以去了解一些 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 走过了古街的喧嚣 冬日的金牛湖 静谧而美好 在这个假期 不管您是游玩 还是参加户外运动 还是室内娱乐活动 有两件事 一定要重视重视再重视 那就是安全和防疫 让我们快快乐乐游玩 平平安安过新年 跨入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新年新气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